日元貶到一個新低了 怎麼辦 早買不一定早享受 但是剛剛有講到 如果你手上有日元的話 你要活化這個資產 你不要傻傻存在銀行 或存在自己的家裡 這樣會沒有利息的 而且也是零利率的 但是要怎麼活化資產 剛剛有講到 可以投資日股相對的商品 這反而最近在日元貶的情況之下 日股是強的 我們看日元的貶值 日元其實貶到了今天 幾乎看到今年的貶值幅度 快要百分之二十了 這如果持有可能還在續貶的話 這時候還是要注意 這個時候早買不一定早享受 但是他貶值幅度今年還是最多 但是日股 日股的表現卻相對的強 我們可以看到前幾天 日經指數才創新高 最近跟著下來拉回整理 但是前幾天才在創新高 代表說跟臺灣不一樣 臺灣是臺幣貶 臺股會有壓力 但是日元貶 日股反而是強的 剛剛庭浩也提到 有講到了 但是我們要講到這個問題 到底日元會貶到什麼時候 還會繼續續貶嗎 你怎麼看 我認為日元的貶值幅度 應該會一路貶值到明年第一季左右 那貶到具體什麼時間點 就是當全球的下行格局 開始走完 開始反彈的時候 為什麼這麼說 因為我們都很清楚 本輪的日本央行的貨幣寬鬆政策 其實他就是在抵抗日本的景氣下行 也就是說日本的寬鬆政策 他會一直抵抗 一直寬鬆到 全球的景氣進入一個主體格局 開始反彈的時候 這個時候他才有可能 把當時所丟出來的錢 稍微收一點回去 所以我的想法是這樣子 只要全球景氣還在下行 可能日本股市就比較具有 明顯的防禦性的效果 甚至有可能會持續的收漲 因為他取決於日本的央行的寬鬆力道 而日本央行的寬鬆力道 他就是一直等到全球景氣 下行正式結束的時候 好 所以現在李專員是叫你買日元 不是要你出去玩用的 是叫你買日元 然後去投資日本商品的 可以買嗎 現在的價錢 如果你說會貶到明年一月 明年第一季 我現在要買嗎 我認為從短中期來看的話 其實現在來多做一些 日股上的做多策略 其實我認為是OK的 是可以的 那日元的部分 我覺得換了 其實你像我 我本來是想說 換去一趟日本的錢 現在已經換了三趟的錢 因為本來想說 今年下半年就會解封 然後可能可以出國 不過我覺得還可以接受 如果有一部分的資金 在現在這個點位 做一個中長期的部件 其實現在的點位 中長期來看的話 日元也算是比較便宜了 我們來觀察一下 其實這一次剛才看到 日元貶值力度 已經來到兩成了 所以等於是他出口的貨物 都是便宜兩成嘛 那如果各位還沒有感受到 日本的貨物往下跌 那就是中間商把它賺走了 那我們來觀察一下 現在臺灣跟日本 我們如果把日幣直接 現在的匯價換回台幣的話 用新台幣來做比較的話 各位就可以理解中間的差異了 你像是麥當勞的豬肉滿福堡 像臺灣一個四十八塊 日本只要二十九塊 便宜幅度是四十個percent 比我們便宜 對 各位要知道 原來在日本吃麥當勞 比我們在臺灣吃便宜 正常來講 日本其實物價水平本來就偏高 結果還看到 居然還明顯低於臺灣的物價 那你像是壽司狼 壽司狼臺灣 每盤最便宜的是四十塊 日本只要二十四塊 呆逢的吹風機 臺灣是一萬四千六百塊 日本只要一萬塊 便宜幅度來到三成 那一蘭拉麵 大家最愛排的 一碗是兩百八十八塊 在臺灣吃比在日本貴 沒錯 特斯拉也是 特斯拉在臺灣是一百四十三萬 MADU3 日本是一百三十一萬 所以日本便宜幅度有兩成四 那麼吉野家這個便宜兩成 星巴克大杯的 也便宜大概兩成左右 所以我們這個時候 要理解一件事情 就是說日本到底為什麼 目前的物價會便宜臺灣這麼多 其中並不是說日本人 本身就生產的產品 比較廉價 而是因為日本的貶值力度 日本的貶值力度太大了 所以造就非常明顯的便宜幅度 你如果把那兩成的匯價算進去 就是日本的貨物 沒有比臺灣便宜多少 只是因為今年貶了兩成 那我們再觀察 各國核心的CPI 我們從兩千年一路對照 現在用二零一九年的角度 應該大家都狂生 偷紅壓力那麼大 大家的核心CPI 就是說實體的不管是服裝類 還是消費性電子產品 其實你像是臺灣 美國 韓國 基本上都在持續走高當中 但是從一九年來對照 回去來看的話 其實過去二十年 其實日本都在通縮 他只不過這兩年稍微有所通脹而已 所以各位可以理解 因為日本長期通縮的慣性 所以導致它的物價 相對來看是越來越便宜的 可是我們也要以此來做一些推敲 不要覺得說日圓持續貶值 日經二五指數就必須往下掉 反而他跟日圓是產生連動度的 所以最終我們得出一個結論 我會覺得說 在今年下半年到明年年初的時候 日經可能會呈現一個非常明顯的 防禦性資產的一個配件效果 可是日圓的貶值力度 大概也會在今年年底到明年年初 可能它的翻轉點就會來到 為什麼 因為隨著全球的景氣走皮的時候 他不得不這個時候也要把 在過去一年所丟出的錢稍微收一點回去 所以重點是 我現在還有幾乎還有半年左右的時間 我可以買日圓 然後投資到日本的股市商品 但是剛剛庭浩上一段也有講 要買日圓計價的 要買日圓計價 不要買到美元計價的 好 謝謝庭浩 告訴大家了 這時候呢 手上可能有很多日圓的人 不要傻傻子存在身上 因為還沒有辦法出去的情況之下 要怎麼用 活化他 讓他有一點 不只是讓你這個 可能資產會受影響貶值 在市場當中賺一點回來 賺一點報酬率回來 投資到日股的商品去 是可以留意的 好 但是也講到說 今天大頭條要告訴大家 鮑爾主席失言力抗通膨 他說 警告大家要有心理準備 不會那麼快就寬鬆 所以下一個九月份升息的機率 三碼的機會已經變成七成了 短短的幾天之內出現了轉變 那另外兩年期的債券殖利率 漲到十五年高位的百分之三點三期 代表市場很擔心景氣的衰退 還有包括風險壓力 那空軍在起 標普五百 現在進空單 居然攻高到兩年來的高點 到底呢 這美股的部分的修正壓力 上禮拜五這大跌千點的道瓊 今天還會續跌嗎 看到下午盤的美國休盤 還是在跌的 尤其是科技股旗指的部分 目前可以看到下跌幅度 還是有將近百分之一點二的修正幅度 還沒有止跌 這美股的部分 好 那請教這個劍鋒怎麼看 那台股的部分還是在這幾天壓力比較大嗎 都跌破月線了 這時候該怎麼辦呢 你會怎麼看接下來幾天走勢 好 當然來講話 昨天應該說上禮拜五 把我這個言論那麼鷹派的情況來講話 造成市場上的一些非預期的因素 因為原本預期原本九月份是兩碼嘛 結果現在又提升到三碼 但是我是認為說 這個連準會持續緊縮資金的政策 本來就不會說有一個太快改變 那當然一個非預期的因素造成之後呢 會造成市場上短線的一個震盪 那接下來我們就是去好好的觀察說 這個震盪何時結束 當然如果說以技術面來講的話 最好是三天之內要重新去站回月線 因為如果說以美股來說 其實四大指數都去回撤季線 其實美股位階比我們台股位階高嘛 他們已經站上季線已經很久了 所以說季線原本都上揚了 但是禮拜五大跌之後呢 季線又開始下彎了 所以會變成一個蓋頭反壓 所以說最好是能夠趕快的去站回月線 那順便再把季線給帶上來 那這樣的話整個美股的局勢 應該說整個美股的盤勢會更加穩定 那台股來講也是一樣 今天剛才講到嘛 跌破月線跌破季線 而且重點是月線跟季線都下彎 都下彎 所以三天之內不趕快站上去的話 這個壓力會完整的形成 那會變成一個後續的話 變成一個多殺多的一個情況 所以說接下來來講的話 最好是能夠量也不用說放太大 維持2000億左右 能夠去站上去的話 就可以去阻止這個季線 應該說月線的持續的往下去走 所以說我認為說接下來的話 要好好的來做個觀察 好萬無以下今天跌破 你覺得現在還不能太貿然揍進 直接進場不行 現在還不行 最好是還是要等 我是認為說要等一個止跌 止跌其實很簡單 要嘛他就不要再跌破低點 要嘛就跌破低點可以 但是要拉一個長的下影線 代表說多方這邊要進去做一個支撐 這樣的話 這個止跌訊號會更加明確 好之後我們看看 既然這樣講的話 投資朋友在想 看起來就算有國安基金進場 在這時候能不能夠守住萬無 也是觀察的一個重心 另外還有內資 今天投信還是持續買超台股有十億囉 所以會不會投信的持續愛的個股 可以成為大盤的抗跌先鋒 看投信今天買超前十名買什麼 第一名是華新五千多張 雖然今天有一點震盪了 但是跌幅算少 算抗跌 因為投信好像買華新 也買了蠻多天的 華通也是四千多張 還有永豐金 開發金 元大金 另外就是仁保宏基 陰葉打這些常常看到 比較特別就是華新華通這兩檔 建峰那這兩檔的部分 投信如果還是買超第一第二名 更不跟 好 基本上來講話 我認為華新跟華通這兩檔都一樣 其實都可以跟 因為以他們線型來說 其實整個技術面 他們有呈現說短線上大幅噴出 然後離十字線 乖離很大 其實都沒有 那今天來講話 今天開地之後 都有呈現一個多方 力道都有出來 最後都收了一個紅黑棒 重點是投信都是持續的在做買超 那在股價回測 然後拉出一個紅黑棒 然後投信又籌碼又進去買 持續買持續布局的情況下 其實我認為這兩檔個股都應該都還有上漲的一個空間 好 這我們看到買超前十名的部分 第一第二名的個股 華新華通了 好 另外呢 則看到賣什麼 調節的部分 你要注意 投信還是有在賣的個股 有致意喔 中信金 鴻海 長榮 翰翔 星星 電子 金像電 星星是跟外資對坐 那金像電計以勝 長榮行跟健和新 長榮行也是跟這個外資 這兩天 今天是賣了 這投信也在今天賣超 長榮行的部分 這是投信的賣超部分 買賣超部分提供給你 好 但是呢 也講到說 既然如此 是不是最好這個政策 題材利多跟著走 準沒錯 選股是不是這時候 只能跟著政策做多 那尤其是美股跟臺股 有人說都剛好有所謂的太陽神 怎麼講呢 看看外資買超的前二十名 發現到很多太陽能的個股 今天出現什麼中興電 元金對不對 下一頁的部分 也可以看到有這個聯合再生 這投信是不是跟外資一樣 也偏愛這種節能族群個股 當然講到這是政策題材的部分 為什麼這麼講 因為上禮拜五美股大跌 我們居然發現有一檔個股 不跌還漲 叫做第一太陽能 第一太陽能在禮拜五還創新高 這透露出什麼訊號 他也是抗通膨概念嗎 沒有錯 這個First Solar 在昨晚的美股 因為剛剛談到美股大跌 大家講好像沒有一檔能幸免 結果他還能夠盤中來到126 如果你從波段來看的話 這一波其實漲得快一倍了 漲了倍增了 那其實First Solar 我覺得最重要的因素有兩個 因為整個太陽能的事況 這個十年的一個循環 也輪到他了 從上游原先矽晶圓的痴緊 到下游連模組廠都轉為賣方市場了 再來拜登他推的所謂的這個 捷徑能源抗通膨的政策 他是鼓勵這種安裝太陽能板 他會有30%的補助 所以說整個市場 再加上未來所謂捷徑能源 ESG的推行 這是一個比較長線的效應之下 所以從First Solar的一個大漲 我就會反映出來 整個太陽能產業這一塊 也迎來了一個循環性的一個轉機 所以剛剛凱銘也談到 台灣這些太陽能的這些個股身上 也是最近外資開始去回補的標的 的確 其實從上禮拜 政府公布了明年的 施政項目預算當中 也可以抓出現代政府在扶植 什麼樣的產業跟政策方向 公共建設的部分 增加幅度非常大 百分之三十二 其中就有電網的物局 當然也有節能股的一個相對 受惠的題材條件 在公共建設裡頭 另外淨零轉型 成長幅度更大 百分之七十六 當然也相信跟這個捷徑能源 都有關係 國防 國防也有成長 幅度有百分之十三 還有少死化對策 百分之三十五 從重要的明年 施政的預算當中看得出來 我們是不是選股跟著政策 做多方向就對了 沒有錯 其實跟著政策走絕對不會錯 因為政府的相關的支出增加 這些比較有供應上關係的供應鏈 當然是跟著吃香喝 尤其明年總預算是真的 二點七兆是成長二十Percent 近幾年的新高 那尤其兩個重點是 算是這一次最受矚目的 其實剛剛談到的國防 國防 對支出的金額比重 也是近幾年的新高 穩定供電 就是臺電有增資相關的一些 應該說是建設 他會增加 這兩塊 我覺得是臺廠當中 有一些指標股 當然能夠吃到他的一個訂單 第一個跟他談到國防 因為台海的關係緊張 我相信大家都 最近都有感受到 對岸的無人機一直飛過來干擾 所以國防預算來到五千八百多億 年增十三點九 有怕是近幾年來的一個新高 第二個 可能我覺得高雄的民眾更有感 感覺啦 好像高雄最常跳電 穩定供電的建設方案 就是要強化全國電網的韌性 所謂韌性 不要常常發生一些 跳電停電的一個狀況 這個相關 比如說金額長線來看 增資一千五百億 甚至整個商機 未來這幾年是商康到三千億左右 好 從國防還有包括穩定供電 但穩定供電 相信大家都最有感受了 現在不是中南部常常跳電 現在今天北部 公館一早停了一個大半天 大家也是苦哈哈哇哇叫 但是穩定供電的部分先講 這個電網強韌的計畫很重要 投資也投資很多 壓力壓在這裡也很重 但是誰在這裡比較受惠 在台廠當中有這種強韌電網指標 當然有 我覺得從不同區塊來看 第一個發電電源來自於哪裡 政策力推的就是太陽能 所以我覺得以聯合再生 三五七二聯合再生作為指標 因為他的最大股東 就是這個國發基金 國發基金持有大概六個percent 是最大單一股東 那這個綠能國家 對他就是隊長 聯合再生 而且以整個電池模組長來看 他是獲利最好的 但是股價卻不是最高的 因為他上半年賺零點四八 很多大概只有賺零點像元金賺零點一 有一些可能還是損益兩平而已 他算是目前觀察到模組長裡面 算是在同業裡面最好的 可是元金這幾天是最強 對 今天還特別強 因為元金我覺得第一個 股性比較活潑 再來就是說元金 他也有這個切入到這個像是 跟特斯拉有這些關聯 所以市場上有時候會比較偏愛一點 形態是蠻漂亮的 他也是OK 突破頸線的一個轉強 這元金 但是我剛剛談到元金上半年賺零點一 但是股價來到39塊4 我們看我剛剛談到國家隊的 這個隊長聯合再生 聯合再生上半年賺零點四八 結果現在的股價只有元金的一半 而且但是我覺得他是外資的菜 外資在過去這一個月 買了聯合再生買了一萬多張 所以我覺得以他的技術面來看 也是很漂亮 過了這個頸線大概22元的壓力區之後 其實最近的股價 它是有點緩步墊高 那如果說配合著美股的 分手在走高的話 以聯合再生來講 我覺得目前的股價算是比較委屈 應該是還有機會再往上墊高 好這是我們看到太陽能族群 個股聯合再生 太陽能電池 綠能國家隊 中興電 剛剛也有看到外資有在買 而且是法人也買了一段時間 他主要是電力設備的 因為像是今年 他電力設備訂單就增加160億 就是台電的這個強韌電網計劃 算是主要的這個設備合作商之一 那中興的股價我們看一下 因為他已經很強了 從這一波 那那個時候的起漲 就已經談到電力的一些訂單 他法說都釋出很樂觀的訊息 我覺得以綠色這條月線作為指標 是月線 對 綠色這一條是他重要上升軌道 621 今天還能夠收高 當然我覺得 如果你覺得他位階比較高的話 你就視他為指標 不一定要去追 但是你可以看到 他能夠拉出這樣的漲幅 就代表說電網的一個商機 台廠都有吃到 那下一個就是談到 除了要發電電網的設備 再來就是要節電 那節電裡面就是智慧電表的安裝 這幾年要安裝到 大概300到400萬戶 那6233的One9 他是做智慧電表的晶片 因為他的轉投資的九鼎電力 在上禮拜8月24號 也釋出訊息 奪下台電80萬個智慧電表的大單 金額有4.75億 我們看一下旺九 旺九做晶片 然後給九鼎做智慧電表 然後出貨給台電 那目前的形態 我覺得也蠻漂亮的 打出了一個雙腳 然後景縣的位置區 最近也突破了 而且位置點 我覺得並不算是高危機 他是剛從底部 形態整個五日十日月線 開始翻揚 那我覺得智慧電表的 這個晶片的出貨 在未來這幾年 給他的業績跟營收的挹注 也值得去做期待 好 這我們看到智慧電表 還有包括電網的強刃 加碼的相關重點的方向 那待會回到現場 還有講到國防 國防也是加重預算的地方 那台灣個股當中 也有很多所謂的 軍事國防概念 待會來講 這些軍事國防概念 到底在哪裡 現在有沒有續牆的條件空間 既然明年還有增加這麼多的預算 壓在這裡的話 那另外回到現場 也講到電動車 電動車 現在當然是市場上主流明星了 跑得很快 但是我們要拆解電動車 告訴大家成本的結構 看裡頭誰最賺 馬上回來告訴你